是人類就小莉典 不要跟我說越大力越快 已經詢問祭司了 祭司回復壞了就等下個月 不可能會更快 只會更快壞掉 所以大家下次要愛護機台 好不好 我們這裡是美夢成城的成城門市 然後呢 要是中午的時候來的 連假結束之後來玩100 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美夢成城的成城門市的案件已經修好了 請大家要一起愛護它囉 來看一下裡面有誰呢 防禦膠囊 三星的都很熱 跟今天的天氣一樣 選一下太陽炎吧 卡牌裡面太陽炎 那是四星的 三星太陽炎跟二星的齊魯麗安 左邊的按鈕現在確定已經是正常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要來美夢成城成城門市的話 不用再像楊過一樣 單臂魔人或者是這個獨臂俠了 我們藍色的劍 這個真的是還蠻好的一個消息 還蠻好笑的就是 我們這邊的這個店員 在上面已經寫滿了留言啦 讓我想起了畢業典禮 好啦 那這裡好像等一下來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好卡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 咱們要來去玩具一個啦 連假期間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出門打卡 感覺人應該爆多 那是有經過這裡啦 那有稍微看一下 人真的是還蠻多的 雖然是也不會到說不可排的狀態 但就還是要排隊 還是連假結束之後呢 再來好好的玩一下 超級大的草叢 是三星的路卡里喔 OK那我看這裡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卡片了 我們來去玩具一個吧 好的大家我們進來玩具一個了 現在裡面呢 剛剛遇到了兩位這個保友啊 裡面現在是有這個草阿爾咒絲的 我們這個老鱗也在我們旁邊喔 就是提供鴨子這張 有胡怕就不怕的這個幸運卡夾的玩家 非常感謝 有欸他在底下 我沒關係喔 我們這邊選下墮墮輪 破破墮輪 拉魯拉斯金屬怪 好我們選下金屬怪 Ghetto Dase 那麼今天應該是第三道吧 該不會是被鴨子遇到了 阿爾咒絲 破破墮輪 趕快趕快 運氣很好喔 進來馬上就可以打到一場 左邊綠色的阿爾咒絲非常好看 但是那張鴨子已經有了喔 如果真的運氣非常好 抓起來應該是可以跟人家交換啦 但不敢想喔 月亮之力 有沒有這個機會呢 OK 破破墮輪倒了 那阿爾咒絲剩下四分之一的血量 有胡怕就不怕 等胡怕 轉起來 讚讚讚讚讚讚 一次元 猛攻 哇 哇塞 太硬了吧 居然打不了欸 好扯喔 好了 左邊是五星阿爾咒絲 右邊是三星的破破墮輪 他們的機會這個緣分 那我們把它下卡好嗎 3 2 GO GO 是超級有緣 超級球 今天會不會超級有緣帶走呢 注意一下 左左邊 一下了 兩下 3 哇 兩個一起爆開 OK 感謝啦 起碼有對戰鬥 那在打了這場之後呢 鴨子就離開了 來到了隔天 鴨子又再回到了台東的大潤發玩具一哥 無法給予最後一集 左邊是四星的蜜蛙花 右邊是三星的巨金怪 殺殺殺殺 怕怕怕怕 好啦 左邊四星蜜蛙花需要能順利捕捉 這玉三家 非常好看 有衝鋒連擊機會 呃 卡貝的話是黃色的喔 榴槤黃 來吧 還有沒有這機會可以順利把蜜蛙花抓下來 水啦 又是超級球 今天鴨子已經連頭兩顆超級有緣超級球了 超級球了 沒有嗎 走吧 回家了 Let's go 一下了 兩 欸三下了吧 強大寶可夢的氣息 我要的就是這個啊 看看是誰還躲在裡面 誰的味道飄出來了 該不會有五星吧 一二個六百五十趴 太優秀了 水見龜 然後剛剛那個是 喔有耶 奈克洛芝馬 四星 又一個五四配 大家這裡有那個耶 日獅耶 好帥喔 趕快趕快趕快 來了 奈克洛芝馬黃昏之中型態 非常之好看 不錯 這張如果捕捉下來可以抽給大家 真的太好看了這張 太好看了這張 剛好是在黃昏的型態 有流星 也有大草叢 可惜了小小鐘 哇 看來要纏鬥好一陣子喔 感謝翁府 利歐路利歐路 奈克洛芝馬 妙娃花 就是 黃昏之中 哇真的很帥耶 然後 為什麼 為什麼要給我穿著熊 怎麼會來個異星的呢 大叔 你現在是真的都這樣跟我畢不見面了 是不是 我已經越來越不了解你了 大叔 偶爾還是要出來跟我們打個招呼吧 這邊拍照是狐帕再加上固拉多 這個鴨子以前最喜歡的陣容 那陸奈亞拉現在其實也是可以取代庫拉多 嗯 羅湖怕就是百分之百都會放在場上 因為畢竟百分之百命中嘛 又沒有吃到什麼W招式 這一招式 或者什麼衝鋒連擊啊 都沒有 欸 衝鋒連擊就是 雙重衝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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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來看一下 忘記日時的屬性了 跟耐克洛茲馬合體 超能鋼器吧 對陣 再一發 火焰拳 沒有沒有 閉錘 火焰拳是Pokemon GO裡面的限定招式 哈哈 所以 黃文之中耐克洛茲馬的話 怕這個地面也怕火系 當然 他也怕惡屬性 要再按了一個35點好球 下來吧 莫再出場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次遇到五星 耐克洛茲馬黃文之中 非常好看那張卡片喔 希望這個機會把他抓下來 冷靜冷靜 感覺對了要出手 是精靈球 OK 沒錯 還是那個鴨子 好不好 大家熟悉的男人回來了 注意一下左手邊 兩下 真的運氣好 紅球就能抓到 WOW 還真的沒有人抓到了 大家 黃昏之中型開 有沒有想要 太開心了 好的 那大家 這張的話我們就抽給大家了 好不好 好開心喔 抓到五星的他 好看的喔 和天滅世至光暴 然後光子 光子噴湧的招式 想不到鴨子一個 獨秒失誤 完全不影響 順利的捕捉 耐克洛茲馬 黃昏之中的型態 那這張呢 來抽給大家 一樣留言我喜歡吃榴槤 就可以參加抽獎了 廉價過後 感覺我們的OT 正在回流 很不錯喔 五星卡片能夠少少出 真的太開心了 那也祝福大家都能 像鴨子一樣好運 好的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那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回再見了各位 掰掰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